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日前有一群北部大学的学生 因为白饭的供应不及 引发了正反润战 吸引了各界的关注 而南部的民众对于这起白饭之乱 也抱持着幽默的态度来看待 业者也提供自己的经营之道 强调要相互体谅 不要为了白饭炒翻天 刚出炉的白饭在淋上肉燥 让人忍不住一碗接着一碗 白饭近期成为全台焦点议题 对于延烧多日的网路论战 南部民众也对于吃饭时 到底要吃几碗才会饱 提出不同见解 一碗啊 一碗不够就三 一碗到两碗吧 三四碗 呃一样吧 三四碗吧 北部大学生日前因为 热炒店的白饭供应不足 而留下负评 引发免费是否就代表吃到饱的讨论 高雄尔业者表示 免费招待能够提高来客率 而民众也认为 店家与客人应该要互相体谅 是我们说真的一个心意嘛 那客人也会很高兴就 老板请我们招待我们白饭 然后又不收钱这样 那回去他想必他下次还会再来啊 对 他如果有先讲可以供应的话 那就是要让别人可以吃到饱 他都说可以给别人吃啦 就是要让别人吃到开心吧 那不然他就是一开始就要说 他们饭已经不够了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南部 我们在高雄 比较少遇到这个情况 因为如果说 他说白饭免费供应 白饭供应吃到饱 那我们的店家跟餐厅就是给你吃到饱啦 比较少会有不够吃的情况 如果真的不够吃其实就等啦 因为备餐还有备饭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啦 今天你敢说你免费提供 你就是要提供啦 说实话 然后其实也没有必要去刷人家一颗心啦 因为没得吃就等嘛 对不对 我们等其实也是 也是人之常情啦 就应该不会刷一颗心这样子 就只是就可能跟别人说 那今天饭吃不饱 然后就不会再吃这样 其实南部比较少听到这种事情啦 那我想可能是北部的物价稍微比较高 大家生活费比较紧 相较于北部饮食上的消费 南部民众多数认为 不必多苛责店家和学生族群 同时表示 其实米饭吃太多也是负荷 需要另外再花钱减肥 实在得不偿失 显现出南部乡亲看待这次白饭事件的幽默精神 其实也要呼吁说大家白饭也不要吃太多 因为现在减肥也要花很多钱 虽然免费白饭可以吃很爽 但是后面减肥也要花很多钱 所以大家要三思 但我觉得最近需要减量 因为身材有点走样 所以要减量 记者李嘉龙 许玉谦高雄报导 炎炎夏日来自冰棒最箱鼠楼 高雄台电大林厂冰棒凤山分店 近日特价一支15元油掌 再加上冰棒原料主打纯天然制作 推出了多种口味 吸引了许多民众排队抢购 台电大林厂冰棒高雄凤山分店 冰棒特价民众抢便宜 一大早还没开店 人潮队伍就已经排到门口 民众有备而来有人是再次回购 拿着大的保温袋 也有人带着大的保力笼箱来装 店员的手忙着将一个个冰棒包装 根本停不下来 大概都是买差不多一盒 差不多有60支可以装60支 我今天是第四趟来买了 我第三次来买了 我总共要买30支 5、60支吧 因为夏日被高温笼罩的高雄 民众吃着台电冰棒销鼠 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 冰棒特价一支15元油罩 仔细一看冰棒的口味还有多重选择 有花生、牛奶、巧克力、红豆等等 同时满足不同年龄层的喜好 外面外面比较贵啊 台湾卖18块了 我喜欢吃它的柠檬 酸酸的啊很清爽 很适合夏天吃啊 白香果也不错 就买这几个啊 老人家也喜欢吃那个绿豆的 绿豆也很好吃 他们家反正就很好吃啊 每个口味都很适合我们吃啊 我比较喜欢的是这个花生的 然后它主要是里面有颗粒 然后也是目前大家比较喜欢的一种口味 年龄层比较大的 他们喜欢的是米糕、红豆、绿豆 还有花生这一类的 那比较年轻族群的话 他们就喜欢那个百香果、柠檬、巧克力 还有那个牛奶这些口味 他们也都满喜欢的 台电冰棒除了便宜之外 也主打全天然制作 台电工会也表示 没有添加人工香精 希望给大家最纯粹的美味 原物料都是以采用 就是天然的东西 那用的是 天然的RO水 就是RO水啦 那就是把我们最原始的一个原物料 提供就做成冰棒 那制造提供给大家这样子 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就没有添加任何的人工的一个香精或者是香料 对 台电工会大林厂提到 原本在凤山社分店卖冰棒 是为了回馈同仁与眷属能就近购买 没想到受到附近民众热烈回响 每天都会卖出快4000支冰棒 感到很惊喜也很意外 其实这个点我们也是当初要回馈给我们的同仁与眷属有这个机会 可以在就近购买到我们自己的冰棒 那连带的也回馈给附近的居民这一个冰棒的活动 真的看到这样一个人才我们也是真的很意外 对啊 不知道真的大家都这么喜欢 对所以 我们也是在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会加紧的赶工啊 让满足大家的一个需求 南部持续高温想要吃冰棒消暑节热的民众 一定要提前来排队才能品尝古早味冰棒的好滋味 记者潘之光和文宇高雄报道 暑假期间为了要强化学生剧读的观念 与推广正当的休闲活动 教育部台南市联络处与台南市教育局在善化高中 共同举办特色才艺标舞竞赛活动 16所高中职学生齐聚一堂展现学生的青春活力 一场充满热情活力的反独特色才艺技标舞竞赛 在国军三军宝宝可爱的表演之下 正式揭开序幕 这场活动由教育部台南市联络处与台南市教育局举办 为了让学生在暑假期间有正当的休闲活动 特别透过街舞等比赛的举办 提供学生表现自我的舞台远离坏习惯 我们透过倡导正当的活动 一方面也提醒 也跟我们的青少年朋友们 不断地在先导跟提醒 就是不要去接触这些 千万不要因为好奇 而去接触了这一个相关的毒品 让我们反毒的讯息 或者是健康的有力量的学生们的力量 传递到各个校园 这场比赛吸引16支队伍162位学生来参加 舞蹈除了要精彩 更要结合反毒标语等相关元素 来比谁更有创意 要怎么样去避免有这样的一个危害 去培养一个良好的身心 有益身心的一个嗜好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活动更结合台南市政府卫生局 警察局台南法院 渔会场内涉滩 展示各种反毒宣导 教育局近期也会陆续推动 许多反毒活动 为打造健康的校园来努力 即将受怀疑台南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台南夏天重要的音乐节 江军侯今年迈入第12年 7月22和23号两天 在江军渔港搭配烟火表演热闹登场 宣传记者会中 超人气男团Phoenix应邀参加 吸引了大批的粉丝 气氛超嗨 一听说台南江军侯音乐节的 宣传记者会会请来男子团体Phoenix 大批歌迷提早五六小时就来到现场 记者会到Phoenix直接大秀5G 来回报粉丝的热情 Phoenix团员纷纷表示他们都很喜爱台南美食 所以市长黄伟哲也特别准备将军在地海产 乌鱼纸牛磅香松等伴手里要让他们帮忙推荐 其中台南永康的子弟李成龙特别感动 可以回到故乡的舞台演出 其实很少有机会可以在这么大的活动上表演 尤其就是在我家就是我老家 所以觉得非常的荣幸 谢谢台南 围绕现场粉丝近距离和偶像互动 市长也带领团员到台下一起拍照留念 将气氛带到最高潮 除了Phoenix的超人气以外 7月22、23两天的江军吼 还有四万发长达六分钟的烟火助阵 以及包括蔡建雅、告舞人等知名歌手 和十四组乐团轮流演出 14组超人气演唱组合 将军渝港火热开场 2023江军吼 在7月22、23日在江军吼港来盛大举办 那我想今年的节目特别精彩 卡斯特别优秀 而且这个歌迷特别特别的欢迎 尤其我们不仅有两天都有烟火 过去江军吼只有一天 过去江军吼没有烟火 现在变成两天又有烟火 而且又有最厉害的Phoenix 以及歌后蔡建雅 所有所有的这个天团 通通都来到台南 市府盛大举办记者会主持人笑说黄市长可以加入男子团体担任一日成员 欢乐的气氛也让市长当场加码两组演唱会贵宾区票券 提供现场歌迷抽奖 所让歌迷开心不已歌要呈现一年比一年精彩的将军后 记者郭文吉台南报导 为了要推广台湾第一条国家级绿道淡然百年山镜 每年由北北基宜四个县市人流主办会师活动 今年轮到基隆市政府 市府后招民众尋访基隆山林美景 体验拜年的山镜亮点 八度国小北管社小朋友在台上演奏传统音乐 为北北基宜四县市淡然鼓道暖暖大会师 欢迎来参加的民众 三二一 请举一叹叹 金融市长谢国良 与台北市新北市副市长 吉宜南县副县长 分别挑起扁担 象征搭起四县市友谊桥梁 今年淡然百年山镜 暖暖徒步走大会师 在基隆市举办 我们今天来共同淡然鼓道的一个宣传跟一个建走活动 这个是一个跨越四县市一个过去很历史悠久的一个步道 然后也是过去很重要的商圈的一个聚集的地点 看到今天的产面我们非常高兴 因为我们把历史的鼓道 跟我们的生活连结在一起 希望我们的区域能够更和谐 从这样子的活动 我们就可以知道自古自今 其实北北基宜它就是一个生活圈 那透过这样子的生活圈 把大家息息的绑在一起 那当然后续北北基宜也一起会来 从事相关的一些各方面的一个活动 让大家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继续把它推广下去 今天大家这活动觉得有满满的感动 因为这个淡然百年山镜 把我们四个县市的感情串联在一起 也让我们更体会到我们就是共同的生活圈 那尤其透过这样的一过程之中 让我们了解台湾的历史文化 欣赏我们的自然美景 更能够深入的去探讨我们的风土民情 所以真的我觉得这样的活动 我们每年四世还会继续来合作继续办下去 大会师吸引了四百多位爱好山林及老街的民众参与 用徒步方式走入淡然百年山镜 因为淡然百年古镜觉得 有那个历史的价值 所以觉得想说来参与一下 那之前都没有走过 那反倒瑞芳那边有走过 非常好 因为其实我来也不晓得规模会这么大 因为它横跨了这么多县市 而且各有特色 所以学校在这种酷暑 它走起来非常的凉爽 大自然没有经过太多人工方式的步道 很特别吸引人 之前有走过吗 之前有走过 但这次想要参加一下体验一下 那今年轮到我们基隆市 那我们基隆市我们也都知道 淡然古道北路及中路的起点是在于我们暖暖 所以说我们选定在暖暖 那我们也都知道 暖暖在百年前 它在这个地方是起点 然后在这里呢 因为贸易的繁荣 所造就的暖暖 有9,18万的那个 繁荣的复苏几项 所以说我们邀请 所有的民众来 我们暖暖走一走 看看我们的好山好水 那我们这次的路径呢 分成ABC三条路线 第一条呢是走到我们的那个新荣路的自行车步道 那个地方也就是找年我们基隆 暖暖的那个基隆河的暖暖的 暖暖的终点 那那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去看看我们的湖穴 那另外第二条呢是我们 那个暖暖老街走到暖寿山步道 走到我们的百年进水场 也就是我们自来水第一管理出那个地方 那沿途中我们会走到暖暖的最高点 就是暖寿山 那我们会在金山市俯瞰整个基隆河 那另外第三条路线是西路线 是我们的那个暖冬峡谷谷的 透过四个县市大会师 邀请民众一起体验百年三景之美 也来基隆暖暖感受自然生态 人文风情的魅力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基隆学习型城市计划 年年推陈初新 今年其中一支子计划 是以绿工艺食农贡学为主轴 返乡的青年与青农二代跨界合作 开发基隆不同于以往的休闲农业深度体验 废弃不用的笋壳 在青年工艺师艺术家的创意巧思下 有了新生命 使用好看的笋壳灯孕育而生 主要它用到的材料是 我们这边农产的一些农费 再生的部分 就是笋壳的部分 我们希望它可以做循环以后 还可以做工艺 然后融入生活 很难得可以来到大战 还有农场里面 然后做灯 而且第一次发现竹笋有龙毛 而掉落不用的笋液 又可以如何以整形的面貌出现呢 就将它收藏在纸上吧 就是纤维工艺 然后我们觅食那个植物的天然纤维 再跟我们一般的家用废纸 打成浆之后 稍微只是这样轻轻的一晃 做成再生手工纸 运用竹子当容器 制作吹蒸出的笋子饭 香气十足 好好吃哦 绿竹园山鼠农场选用当令食材 与在地农产 野色午餐的好滋味 让人精神大振 有加南瓜 然后田农所 对 然后还有豆腐 结合青年工艺师 艺术家 文史工作者 透过跨界合作 开发基隆 不同于以往的休闲农业深度体验 顺客灯 敲响山间绿工艺石农工学 让基隆学习新城市计划 与这一片土地文化 有更深度的连结与认同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近期抵台的立陶宛人声乐团 爵士岛 在总统府音乐会登台演出后 随即在全台展开巡演 7月12号下午 在立法委员苏小慧的邀请下 到音歌台华窑体验陶瓷彩绘 感受在地的文化气息 7月12号下午 在音歌台华窑公司 音立法委员苏小慧之邀 邀请到了近期抵台巡演的 立陶宛人声乐团 Jaze Iceland的爵士岛 来到现场体验陶瓷彩绘活动 苏小慧表示 立陶宛国民在中文发音 就好比者立者的陶宛 在观赏乐团在总统府的精彩演出之后 便邀请乐团一行人 来到擅长制作各项陶瓷异品的音歌 深化两国交流 我们看到立陶宛的这个人声合唱团 这次在总统府的音乐会上 表现得非常非常亮眼 也见证了立陶宛和台湾的友谊 那其实立陶宛立陶宛 在中文的意义上就有站着的陶宛 所以当我知道这群年轻人来台湾的时候 也很想让他们看看台湾的热情与善意 所以最好的地方就是制作陶宛的故乡 就是我们的音歌 所以来音歌不但可以看到最好的工艺 尤其是看到这个站着的陶宛 那我相信工艺跟音乐的结合 也会在他们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对立陶宛和台湾的交情 我相信更有帮助 苏乔惠表示 透过在地工艺职人们不断创造优秀的作品 将台湾丰富多元的文化介绍给更多的外国友人 近年来台湾在国际社会上的关注度有很大的提升 透过深度的文化交流 促进了国际社会之间的彼此互相了解 相信这么做能够有助于维持国际社会的稳定 其实台湾这几年在世界上越来越被看到 绝对不会跟Tailand搞错 所以如果有越多的年轻世代 愿意来到台湾看看 就会知道台湾的年轻人 就像我身边这一些年轻的工艺者一样 他们总是把自己家乡最美好的文化 想要传递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 这种心情全世界都一样 所以各个国家的年轻人可以来台湾 我们的年轻人也可以走到世界去 我相信对世界和平会更有帮助 我相信它是美丽的 两个国家可以支撑互相互相互 拓卖自己的文化 和得知其他人的文化 非常感谢您的邀请您的邀请您的 让我们得知您的文化 也分享我们的文化 因为我们唱我们的歌曲 我们很高兴 我们很高兴 我们可以分享这种全世界 所以它是非常有趣的 谢谢 为了感谢友人远道而来 鹰哥陶艺青年代表台花腰执行长吕家伟 也准备了特色陶座送给他们 包含台花腰的雕金堆现精彩聚宝冠 杰作陶艺的蓝雀台湾瓷盘 兴旺及瓷的鹰哥变色杯 以陶会友见证台力坚定友谊 记者李根基新北台湾报导 高雄市政府为了用路人的安全着想 在高雄轻轨联合医院 战前架设了矮栏杆 希望民众不要任意穿越轨道 才能维护民众的自身安全 避免受罚 高雄轻轨联合医院战前 架设起一整排的白色栅栏 为的就是不要让行人直接穿越 以免造成可能的危险 不过日前就有德国人看见这个情况 感到相当诧异 让负责接待的男子上网发文 分享这个状况 实际到现场查看 可以看到要搭乘轻轨的民众 得走一段路 虽然有些人会觉得 要绕远路去搭轻轨有点麻烦 但大部分的民众仍然认为 这个矮栏杆 是为了这些用路人的安全着想 就是可能安全上吧 只是还要绕路就比较麻烦一点 觉得装这个站 应该就是安全的问题 因为如果没有装的话 就会直接走过去 我觉得其实是 安装是没关系的 因为我觉得它有保护安全是没错的 不会对生活当然的影响 这样我比较安全 不然有人就从那边跑过来很危险 有啦 有方便 它做得好小的 对 因为我是怕小朋友乱跑 会跑进来 先前就时常发生有民众违规穿越的情况 虽然相关单位有劝导 却仍无法阻止部分民众直接穿越的行为 不过根据统计在加设矮栏杆之后 确实成功拦截违规 6月份只有在高雄展览馆外开出一张罚单 违规热区包括龙毛隧道 C22联合医院站周边都没有违规开单 出现了今年首次的零开单 宣导的这个部分的过程中 仍然有部分的一个路段 那还是有民众闯越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的情况下 那我们就设置一个比较软性的一个栏杆的部分 比较低压的栏杆的部分来做一个一个组得 那联合医院的话 从我们去年的一个10月5号通车营运之后呢 那整个的一个违规闯入的情况是蛮多的 那自从我们在设置栏杆之后呢 这个闯越数已经大幅降低了 白色的矮栏杆拦截违规奏效 让民众违规穿越的情况减少了 呼吁用路人不要闯越轨道区域 以维护自身的安全 也才能避免受罚 记者黄光维 庄舒婷 高雄报道 再带你来看高雄三明区湾城里内 拥有卖场商圈和学区 发展出许多街边美食小店 湾城里里长黄文良打开口袋名单 向大家推荐30年的牛肉面店 及40年无名的素食小摊 高雄三明区湾城里汇集卖场商圈 及殖民学区 居住了将近3000位居民 因此少不了街边家常好滋味 里长黄文良也有自己的 平民美食地图 第一站就来到这间超过30年的 牛肉面老店 大家好 我是完成你的里长 我今天来介绍我们里来 好吃的美食 我们等下来看它是如何煮饭 如何好吃 好 老闆 谢谢 这牛肉面 已经吃了20年了 牛肉大地 这都老闆烤几天的 都很贵的食材 都很贵的 很贵的 很贵的 还有自己炒的险情 生炒辣椒 跟配合 有些辣的人 就喝一点 它的滴味也好吃 那里面那个 中药材非常多 所以你没有跟它咬一咬 它味道不会跑出来 中午用餐时段 老闆的手忙碌的 煮面捞汤停不下来 这里的牛肉面 继承了来自山东老师傅的手艺 再持续改良 将原先又香又辣的北方口味 调整成较为温和的汤头 再加上店家自制的生炒辣椒 综合成台湾人最熟悉的味道 成为在地人的口袋名单 吃牛肉面有小孩子 小孩子也很多 所以我们就会做那种口味 比较温和一点 你喜欢吃辣 加醋 加白醋 黑醋 或者是加胡椒粉 这边都有 而且辣椒还有三种选择 那你客人自己就可以做自己的主人 你自己想要做怎样的口味 可以自己调整 那你面条要大小条 软硬 你都可以跟我们通知 所以说每个客人 你都可以吃自己喜欢的味道 大块朵頤美味的葷食之后 湾城里也有一间素食 甚至连店名招牌都没有 老闆娘的素食功夫将近四十年 淋上香菇塑造的麻将干面 是里长的第一选择 这个素食 这个三十八蛋 他的麻将干面怎样好吃 我们在里面看一看 他的营业时间是 早上十点到晚上九点 都没有在休息 我们在里面看一看 拌一拌 香味就出来了 麻将整个味道香一香 这三十八蛋的杂酱干面 真的不成熟食 吃起来吃车的一模一样 这里的客戴一碗 一生不是吃熟食的 可能是有客人的口味 你也会感到会发烈再来 老闆娘表示 三十多年前刚开店时 从中午一路卖到凌晨一点 都坐无虚席 如今年事宜高 仍坚持小店经营 良心生意 价格合理 自制的素食滴味 也是客人心心念念的味道 没有华丽的装潢 有的是老板钻研多年的 一身好功夫 这些隐藏在湾城里街边的 小吃店成为李明记忆里 朴实却深刻的美好日常 记者吴家卫 李凡飞高雄报道 里长是第一线民政工作 与推动基层业务的重要推手 为了要提升卫民服务的品质 桃园首发里长识别证 卡片除了载明里长的姓名 礼别 照片等资讯外 还结合了悠游卡的功能 里长们都觉得非常实用 桃园市长张善正在 桃园市里长联谊会上 发行并颁赠里长识别证 将透过各区公所 发给桃园市516位里长 过去里长服务仅能透过 写有职闲的背心或外套 当身份辨识 现在里长有了专属工作证 还结合悠游卡功能 不仅是一张里长身份证明 也象征桃园进一步迈向指挥城市 里长是我们民政工作的 第一线工作人员 平常在地方与基层接触 是我们市府跟民众一个最重要的桥梁 这次发放里长的识别证 主要是增加里长外出工作的时候 民众对里长的识别 而且可以提升我们驱证功能 还有提供我们各方面的效益 这次的识别证 是以智慧城市跟航空城 还有海螺馆这些意向来制作 其中蓝绿就是智慧的象征 希望能够强调我们桃园的智慧城市 幸福大桃园颁发这个识别证 由我们里长联议会总会长 黄联议代表来接受 这次发的516张识别证 将由现场的会长领取之外 也由他们带回 然后再发给各个的里长 里长们表示 一个里内有数千甚至上万名里名 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里长是谁 现在有了里长识别证 也像是有了政府颁发的工作证与身份证明 也感觉更有公信力 觉得非常满意而且方便 因为现在各社区都大楼林立 很多里民不见得认识 现在所有的 现在的里 有的不认识现在的里长 所以有这个识别证过后 让里面辨识更加清楚 其实是很方便的 比如说我们没有穿里长的背心 还是有一些不认识的里民 因为各社区大楼 其实有的一个里上有 一万多人不可能每个七八千 四五千都有 不可能每个里民都认识我们里长 所以有这张就比较方便吗 有这张识别证过后 或是穿背心跟识别证 大家不管是有一点公权力 或是大家辨识也比较好辨识 桃园首发行里长识别证 卡片除了载名里长姓名 礼别照片等资讯 还结合悠有卡功能 卡片设计也融入了桃园的意象 里长们都表示非常实用且方便 也能提升整体趋正效能 以及为民服务品质 记者来为一桃园报道 回35年全国中小学科学展览会 7月24号起重返台湾头基荣 大型的科学圣会议长达7天 除了齐聚22县市科学新星外 还包含了54个闯关摊位 4个主题馆与首座教室工作坊 金融市政府更推出了 5条科学之旅的在地路线 希望让每位到金融的大小朋友们 能够体验金融丰富的 自然风光与人文美丽 科展奇迹 星星巨龙 321 请启动 在教育部市长林明玉 金融市副市长邱佩玲 台湾科学教育馆馆长刘火星 及金融市政府教育处长刘美兰 等人共同启动下 宣告全国中小学科学展览会 7月24号起在金融市盛大登场 这是金融市睽违35年后 再次主办全国科展 金融市副市长邱佩玲说 金融市已经准备好了 欢迎全国对科展有兴趣的大小朋友 一起来金融参与疫情解封后的 第一场大型科学盛宴 在35年以后 轮到金融可以再办 那我觉得很感动是我们教育处 跟所有单位协调 包括海科馆 海洋大学 还有很多企业主 让每一个人愿意来金融 看这么棒的展览 去年在新北半 那我们很希望这一棒接到我们 我们让每个人更喜欢金融 也看到科学展的真正意思 教育部市长林明玉也邀请国人 到金融享受一场科学之旅 同时感谢金融市长与副市长 对教育的支持 中央地方共同合作 来推动教育建设 金融当然是他 我们部里面有特别支持 一个海洋科学馆 是一个最新的地标 那对于海洋科技 对于这一个相关的科学方面 大众科学的普知 推广都有很大的注意 那当然金融市政府 各级学校都非常认真 尤其是市长副市长 对教育非常支持 我非常地感谢中央地方协力 来推动教育建设 科教馆馆长刘火钦表示 在疫情解封后 全国科展在台湾头首度 恢复实体举办意义非凡 除了让科展活动与夏季旅游结合 兼具休闲与教育功能 金融市近年来在科展的表现 也印证鼓励学生 基隆在科学教育的领域 它是一支符合了新课纲的精神 就是探究实作 鼓励学生的话 亲手去做 亲自去观察探索 然后这些的话 前面的这些步骤有了以后 后面的这些科展的成果才会出来 我想说 就是符合新课纲的一个精神 金融市政府教育处长刘美兰表示 这场位于海洋大学娱乐馆 连续七天的科学盛会 包括22线市的参展作品竞赛 一般民众参加了54个闯关摊位 4个主题馆 首座教室工作坊 及科教馆行动科学巡回车展示的 科学教育博览会 金融市政府也特别推出 结合金融海洋文化历史 与科技探索的科学之旅 期盼让各县市参展资深 实际体验金融之美 在围棋我们从7月24号 一直到7月30号 我们这么长的时段里面 除了有大师的开讲 我们本来的科展活动 我们有科展之业 同时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各县市都可以彼此的交流 最重要的也是邀请各县市 来到基隆比赛 就看看我们基隆的美 留住我们基隆的眼之后 可以在未来为我们的基隆 可以把我们的承办的诚意 还有我们这次办理的荣幸 然后跟大家共同分享 我们所有的团队都非常的用心 最重要的也让各县市 看到我们基隆 你好厉害可以飘出来耶 加油加油加油 记者会现场还有基隆市国教辅导团 摆摊邀请大小朋友 透过观察与实际动手 做体验科学魅力 包括海洋团的游恐虫大揭秘 自然团的达文西飞行器解密 及科技团的水晶摇摇等 吸引许多家长带着小朋友 排队等着体验 好玩又有教育意义 很获家长学童肯定 教师教育处方面表示 全国各县市的参产作品 在经过竞赛评审后 将于7月28号起开放展览 欢迎博人活动期间 到基隆来一趟 丰富有趣的科学之旅 体验基隆在地的热情与活力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台南市教育 及儿童青少年发展协会 办理为期三天的 歌子系体验营 邀请宜兰的物源飓风 教导青少年学员 歌子系的彩妆 扮相及走位 并在中投社区活动中心 进行成果发表 轻松活泼的歌仔系 把台下观众逗得哈哈大笑 这是儿童青少年生活当中的议题 自创的歌仔系剧本 《马歌求学记》 内容探讨校园反霸凌和性别平等 剧本的产生也不是早期的 成三五娘哭哭啼啼的 现在其实她都一直创新多变 那像这一次你们看到的是一个 两性霸凌 就是两性平等的故事 就是我们可以结合 把文采去策划这个生日 生日怎么样去办 然后万一出了什么事情 要怎么样去处理 然后又加上了我们的性别平等教育 加进来就是男生跟女生 虽然他是男生可能他比较娘腔 但是我们怎么样去重视这个议题 这出戏游协会理事长带领青少年演出 在物园剧房团长的指导之下 只用了三天的时间 18个小时的排练 所呈现出来的成果相当不容易 将旧的东西融入新的颜色 让青少年知道 哇 原来文化还是很重要的 文化也是为了他们可以作为生命 作为生存的一种工具 而少协会投入青少年辅导工作将近20年 借由多元课程与工作体验 陪伴15至18岁的青少年进行职涯探索 这次透过歌仔戏 除了让他们有表现的机会 也能亲身体验歌仔戏演员的职人精神 同时看见传统文化之美 继讲顺怀 泰南报导 中家宽屏三冠王 双子星为了回馈社区 每年举办主播夏令营的活动 今年第一场与东区大同国小合作 办理与Books有约 新世代小小主播营 希望透过活动将阅读的能量 转化为创作与表达的能力 并提升孩子的自信心 成为具有阅读素养与影响力的小主播 由中家宽屏三冠王双子星举办 主播夏令营活动 今年第一场与东区大同国小合作 每位参加学生都是热爱阅读的机游学生 今年的主题与Bookers有约 新世代小小主播营活动 7月10号11两天 在中家宽屏双子星大楼举办 活动内容丰富多元 两天的课程有专业摄影团队 从摄影的基本技巧 口语训练到新闻写作 书画妆等 每位小朋友都亲身经历与模拟 最后登上主播台尽情播报 展现令人惊艳的表达力与自信心 大家好 我是李宏典 欢迎收看7月11日 礼拜二的中家台南地方新闻 中家宽屏三冠王双子星举办 2023年新世代主播下令营活动 两天的课程丰富有趣 让参与营队的同学更认识媒体 大家好 我是陈志音 谢谢大家的收看 下次再会 主办单位中家宽屏三冠王双子星总经理陈建春 和大同国小校长李树珍表示 促成这次的双方合作 一方面了解大同国小在推广小小主播有很好的成绩外 另外校方为了奖励对阅读基欧学生 也特别安排与布克斯有约 新世代小小主播营 很高兴中家宽屏三冠王双子星 今年度所办的第一梯次主播下令营的活动 可以跟我们台南市东区的大同国小来合作 每一位小朋友在这两天的活动下来 大家都收获满满从媒体试读一直到主播的化妆技巧 还有我们制作新闻节目的流程等等都获得了相当深入的认识 中家宽屏三冠王双子星未来也会持续来举办这样子有意义的活动 可以让我们的媒体试读以及正确的这个媒体制播的技巧 可以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 刚刚来的时候看到你们在做小小主播的体验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很像是小主播一样 非常的赞 有的非常的有自信 有的是笑容满面 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展现 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的展现出来 那么我们能够有这两天的一个体验活动 校长要谢谢我们中家电视台能够提供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服务 我们先掌声谢谢他们 所次办理就获得不少掌声 希望未来双方能有更深的合作与参访 记者林根台南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慈激正言圣人 委托国立台湾图书馆图书医院 进行1619年古兰金手抄本的修护工作 经过两年又十一个月的努力 成功完成任务并使园级修旧如旧 近期所举办的古兰金修护特展 将展至7月28号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到场实际翻阅古兰金复制品 国立台湾图书馆图书医院 接受慈激正言上人委托 进行1619年古兰金手抄本修护工作 立行修护师35个月的努力 终始园级修旧如旧 近期也特别制作古兰金复制品供民众观览 馆长曹春英表示 本次特展就是希望能将台湾首次西方古籍修护的经验传承下去 我们在这次35个月历程里头 修护古兰金里头碰到了几个难题 第一个部分如何修护 第二个部分这里头经过战乱 经过这些我们所谓的重拉 或者是不同的这些时代的人所写的 它是500年的首抄纸本 也就是15 16世纪的时候 中古时代的这些作品 那既然是这个纸抄本 它必然很难处理 花了35个月所做的西方古籍 我们需要有一些传承的力量 我们还希望透过这些修旧如旧的这些 过去的这些历程的画面 能够彰显给后续要对这个 我们说图书修复 有希望能够进一步尊严的人 有一些传承的力量 首抄本材质 毁损状况的判断 都需要经过历经数月才能完成 甚至一度找不到书皮材料 而无法完成修护任务 修护师徐美文表示 原本是想将封面拆掉 试着修护看看 没想到竟然在书背发现隐藏的皮革 最终也用这块皮革 修好整本古兰金的封面 这本书刚来的时候 是因为上面有很多的虫 上人发现这个是蚂蚁 其实我们判断它就是烟甲虫 这本书来的时候 因为它的纸张被收藏者怀疑是直杀潮子 我们经过显微镜的判断 发现它其实就是类似马脂的纤维 所以我们在修护的过程里面 我们也找到了相似的纸张 经过一段时间 然后找到日本马脂 然后再把它做成矿物染 的颜色 然后符合我们做修护的一个需求 这样子 然后因此才能够修补这本书 在书皮的部分 原来我们是不打算修护这个书皮的 因为它的书的皮革已经都裂化了 但是在一次的因缘机会里面 我们去跟上人会面 我就突然间有那样子的感觉 想说我应该把它封面拆掉 然后来修护看看 结果我拆掉封面的时候 我发现古兰经的书背还有隐藏式的一块皮革 因此我就利用这块皮革把整本的古兰经的封面修好 那我们觉得这就是古兰经自己想要修护这一本书的封面 那这也是一段殊胜因缘 因为修护了这本古兰经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古兰经的修复特展 然后希望让一般的民众能够了解在这个古兰经的修护过程 那我们也在7月4号到7月28号的这一段期间展出 欢迎民众可以来参观 本次古兰经修复特展将会展出自7月28日 未来9月15日及10月6日两天也会举行学术研讨会 将首次的西方古籍修复经验传承下去 记者苏建民新北报道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台北市建成综合大楼开幕启用 提供儿童托育、少年福利、生长者日照与老人关怀据典等服务 整合多元化的社会福利与移动大轴 就连屈民活动中心都在这里 成为市民朋友的福利好伙伴 台北市长蒋湾拿着飞镖瞄准剑拔 一件一件射出 最终还是没能赢得了少年对手 台北市建成综合大楼开幕启用 蒋湾担任开幕嘉宾与少年体验室内设施 除此之外也参观长辈的画作 分享他们的人生 比如用方串片打寶剑自己还想 转梿子线 找着佛庭 排言标 kin 看来在周围可能有足超伤感 还对 最近好像不夠有的 放到頭上不要再撿 跳到他 他這樣無名無名 就這樣做不做不做不做 感謝你 謝謝你 阿嬤這是什麼 對 這是我們女兒 我們女兒 我們女兒在開 你每天都有拜拜嗎 有 有 我們這裡開那個台語褲 台語褲 我整個一樣是作殺 作殺 我才是別人看見那是作殺 我認識 白服 我認識 我認識 對 我認識 了解 跟市長報告一下 跟市長報告一下 迪阿玉古部他是獅子 他是獅子狀態 但是老師的引導 結果他畫出他的回憶 就是曾經他是透過彩虹 再養活一個家庭 這棟坐落在台北市建成公園旁的社福大樓 多功能空間擴增服務對象 提供照顧兒少 身心障礙者 老人與社區家庭服務 光能里長辦公室也設置在此 與居民一同關心社區大小事 謝謝 這一棟大樓其實 我們的徐副局長最清楚 徐副局長請站起來 他十年前長這個樣子 十年後他也長這樣子 在十年前我們就提案 提這一棟大樓要成為社會福利大樓 終於在十年後的完成 在這十年當中 要特別的感謝光能里的各位鄉親父老 年輕朋友 包括很多的小朋友的支持跟建議 那這一位呢 也是我們光能里的現代藝術家 他很不容易 他不僅得到這個獎項 得了之後就到美國去生長 那他將就是現代的藝術美學 結合銅錢 古時候的銅錢 他寫了一本書 那也請各位長官 還有我最好的朋友 曾宇還有洛芳還有秉甫 彩薇 也給予我們光能里 再多多的支持跟鼓勵 我們歷經三年 總共耗資5.2億 在跨局處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 今天能夠正式的開幕 我想這座大樓 不只是造福我們大同區 許多的市民朋友 對於台北市來講 更是指標性的意義 我們在這棟綜合大樓裡 不只是有公共托育 有老人社區關懷據點 包括有區民活動中心 有少年服務中心 有育兒資源賠力中心 還有為生長者提供的服務設施 當然還有禮辦 我想相關社福的單位 我們能夠讓他服務地方 照顧李民 都進駐在這棟綜合大樓 我們社福團隊一直以來 對於育兒政策 對於高齡 樂齡長輩的照顧 是我們施政很重要的重點 所以不管是我們推出的 催生助養好住 希望能夠讓年輕夫妻 年輕的爸媽 不後顧只有在職場打拼 同樣的 我們對於樂齡長者 也提供這樣子 相關的社福資源的投入 而且我們也提供24小時 這個緊急救援系統 以及簡易的修繕服務 也就是因應現在高齡化的社會 我們希望透過居家簡單的設施 能夠避免長輩發生任何意外 或不小心跌倒 這都是我們很貼心的服務 我們都希望能夠想得更多 想得更遠 蔣灣也提到 後續會評估 各區適合改綜合大樓的地方 不見得只是一區一動 只要有需要盡力提供 讓民眾有感的福利服務 記者汪郡 張啟騰 台北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曉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請 Eleven 請到處理詞 請搭訪 更多多地方 也許也會 稍作為 深圳 bor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